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 大家都知道是宋代非常有名留给我们的两幅绘画 舞蹈它更多的是写意 所以我们觉得千里江山图我们去做 一是根据有挑战性 第二个是可能你对它的感受更浓烈一些 其实美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那一瞬间 在你欣赏它的那一瞬间 真正的能感受到无数首诗涌到你面前的那种 层蓝蝶杖也好 它的层次感非常的清晰 而且用色十分的雅致 包括它的作者一个18岁的少年 这也是让我们很震撼的 充满传奇 充满传奇这幅画 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的切入点 其实我们就是站在了当下 你就会发现当你在这个当下的这个视角 去创作的时候 走进剧场的观众 他就非常有代入感 因为他们也身处当下 当他们走进这些博物馆的时候 和这个历史对话的时候 就和我们在创作这个作品 在和千里江山图对话时一样的 我们其实还是以展眷人的这个视角 那么藉由这双眼睛 其实也是今天的我们的一双眼睛 展开了对这幅画的遐想 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从舞蹈与会上 它代表了今天的我们 所以它更多的是一种现代和当代的方式 不管是它在这个双手浮化 就是它虽然手不能触摸 但是感觉它的这双手就在这个山的上面 它好像触摸到了那个青绿色 它在起来那一瞬间 闭上眼去自己欣赏的时候 其实完全是一个我们今天的人 可以去共鸣的一种方式 所以它的身体的方式是更加现代的 青绿呢更多的是 我们找到了一种古典的一种意向 我们是取青绿之意 取山石之形 所以它的运动方式呢 我们也又借鉴了现代舞的一个运动方式 去更好地表达那种山石的棱角 和这种风俊的快壮的感觉 包括山石那种错落的美感 所以这种力量呢 在青绿的身上又有一个呈现 所以呢 包括女孩子们那种非常受销的 宋代的这种体型的状态 和现代舞的这种铿锵有力 去相结合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对冲感 这个剧整个里边 我们还有关于汉林画院 汉林画院也是用了非常古典舞的 一种表达方式 包括我们用了扇子 它代表着古人在打招呼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非常礼仪的方式 我们笑称说 也许大家不方便说很热情的对话 或者说哎呀 假装没看见的时候 用一种很礼貌的方式就 非常委婉的就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种很有异曲的方式 对在这里边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考虑 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热爱的那个时刻 恰恰好 这个作品非常诚意的方式 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我们用非常简朴的方式 去把这样的一幅画 或者这样的一个西梦 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那么当你远观的时候 或许在你脑海中 跳出来的是你 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伟案 和那份震撼 我觉得是它背后的东西 被大家看到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 依赖于传统文化的 真正的那份震撼和博大精深 让大家在看到这部作品的时候 有了无限的 对于我们传统文脉的 一种回望和遐想 我们作为导演自己 也觉得很开心 能够同时在香港 让香港的观众看到 我们两个人联合创作的 这两部剧 也是我们最新创作的两部剧 也很希望香港的观众 可以喜欢我们的作品 城市本身就是 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缩影 我觉得这就是香港的烟火气 香港的文化是跟 时代的特性紧密相片 比如说电影 它的时代感非常的强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 香港文化的一个 非常大的特点 那也是我们80后的 一代人的记忆 它是真的是 它有深深的烙印在里面 我们也准备 就是在演出的时候 也顺便踩踩风 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 香港文化 也会在作品中呈现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